将眼睛个别选出来做融合 我们刚做到这个哦 我想把眼睛的效果再加进来 让它看起来更神秘、更夸张一点 刚做到这里 眼睛加进来 点进来 缩起来 拉到 把它盖上去也可以 盖上去就出现这个 这眼睛很小哦 按Enter确定 眼睛在哪里呢 眼睛的涂层 在这个地方 眼睛的涂层在这里 现在在什么 放大缩小在哪里 编辑的变形 快速键的Ctrl T啦 来我点一下哦 Ctrl T就出现这个了 按着Shift键压着不放 就可以等比例放大 来再按Enter吧 我不要全部啦 我只要局部的眼睛的地方就好了 那这个来点的时候呢 用什么来画 来用 我们用椭圆形的 椭圆形拉的时候 我可以用套锁 套锁就沿着周围选 这个是拉椭圆形 压着不放椭圆也行啦 椭圆形拉的时候 选举就变这样哦 有看到这个吗 这样也行 哦 但是要记得要就螺化哦 按右键 做什么 鱼化 鱼化什么意思 听懂吗 由这个位置往外慢慢扩散 如果没有鱼化的话 旁边非常锐利 我先不要语化啦 来 Ctrl C复制 再来Ctrl V贴上 眼镜在这里 眼镜关掉 这个我们刚抓的 哦 这没有语化效果 没有语化效果其实比较不好 来 这个图层不要咯 再一次 再选一次哦 现在在这里哦 椭圆形拉完 你看看选的位置在这里 好 按右键再来设定 语化 语化就是由选取往外扩散 扩散多少呢 我打个20好了 来 再来Ctrl C复制 接下来 Ctrl V贴上 在这里 眼睛关掉 旁边就比较柔和一点了 旁边比较柔和 柔和罐啊 其实呢 可以再放大哦 来 先移动位置吧 这眼睛还是有点涂 我希望眼睛大得很夸张哦 大得很夸张 谁负责的 改变大小就是这个家伙 叫做Ctrl T 看到吗 来 Ctrl T 我可以让它很大 我可以很大 来 Enter确定 那这样太突兀了啦 再搭配 通常搭配什么 透明度 目前是完全不透明 我让它再透明一点点 比较符合它的感觉 好像天空眼睛呢 在偷看着 或者是一个什么神秘的 这个 这可以来看 这可以来做这个 来 那这个做这个 你看一下 这可以把它加进来 关闭了 原来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把它创造成 变成这样 这个 这可以来做 各位可以再试试看 就是语化加上 不透明度 这边可以随时来做调整 所以Foloshow 其实在保留很大的弹性 这个 再让它亮一点点 看着比较清楚 按照 再试试看 进入 用 炙KEN 炙卡